接著我們來看一題大學學徹底 還是一樣,國中生就會了 常見的冷風跟暖風 他說一個圖我沿著PQRS下去做全質的抖面圖 會得到我們右邊這個圖 那接下來上面的曲線跟斜線分別 代表是冷暖空氣的交界面 他說有關QR兩點到底是什麼風面 跟甲乙比三個區域 它的地面的空氣相對溫度高低 是下列的正確 然後底下給了這幾個選項 到最後來選究竟哪個是對的 好,那而且這一題我們需要了解到的東西 大概是第一個 究竟風面有哪一種呢? 好,我們來看第一個是我們的冷風 大家很常在氣象報告上會看到 這種藍色的箭頭有沒有 然後配上黑色的線或藍色的線 然後之後它會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冷風風面來了 那我們就看到 箭頭是我們這個三角形的部分是朝上 所以代表說風面是往上跑 所以這箭頭方向也是暗指著我們的風面的方向 那一樣的暖風 暖風它就不是我們的三角形 它就變成是我們的半圓形 所以我們可能在氣象報告上 可能有時候看到黑白 或可能看到黑白的時候 大家認清楚 它就一定是一個圓形的 還是一個三角形的 OK嗎? 好,那暖風這邊一樣它朝上 所以我們一樣是一個向上跑的暖風 好,那接下來會有滯流風 什麼是滯流風 台灣大概在梅雨晶節的時候 因為大陸的高壓的冷風 跟我們的太平洋高壓的暖風 兩個在僵持不下在台灣的上空 於是在這上空的部分會帶來大量的降雨 也就是我們滯流風所造成的 這就是我們的風面雨 好,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台灣沒有看過的叫 球固風 球固風是怎麼來的 剛剛滯流風是所謂的冷風往這邊跑 但是我的暖風往這邊跑 所以互相抵抗 於是僵持不下 於是產生滯流風 球固風呢 則是我的冷風原本在前面跑得好好的 但是結果我後面的暖風啊 追上去了 所以這時候就會產生我們的球固風 這是錯的 是冷風追上暖風 冷風跑得快,暖風跑得慢 所以他講的是錯的 他講的是錯的 不過這個高中才會教 高中才會教 就當做不知道就好 看到像三角旗月經 三角旗月經在同一面這種情況 這個在日本的地方會看到 台灣是看不到的 如果看到的話可以打電話跟我講 好來 今天的下一個部分 我們大家要了解 在冷風跟暖風啊 在過境的時候 他就一定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第一個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好,左圖的部分我們看到的是冷風喔 冷風他後面是個三角形的 那究竟冷風他的三角形在這裡 在這裡 還是在這裡 答案是在最前面喔 他在我們這個冷風的前緣的地方 這個三角形就是冷風的封面的前端 也就是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前面 我們看到這個三角形就在前面這個地方 OK嗎? 好,接下來冷氣團如果往前衝 那相對之下 冷氣團相對之下什麼? 暖氣團 在冷風前面這些氣團就會因為 暖氣團會上升跟冷風啊 從下面往下壓關係 於是暖氣團就會上升 那暖氣團在上升的過程中 溫度會向低嘛 大家一定要爬過山 越爬越高 天氣越冷 OK 那溫度下降的時候 這些暖氣團啊 這些水氣就會沉暈 降雨 於是就會像這邊一樣 就會在風面交流 他就跟你講了風後 好 那一樣啊 暖氣團如果這邊是個暖風的話 OK 暖風的話呢 那風面究竟在哪裡 它在這裡喔 我們的半圓形就在這個前端的部分 這邊就是我們常常講的暖風 所以如果在地面上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暖風就會在它的前緣 好,接下來一樣暖空氣 風又往前走之後會上升 上升之後 也一樣 暖空氣冷卻之後 隨著氣凝結會降雨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聽完這個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情況 怎麼結了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支題目它說有啊 PQRS 這幾個東西 做一個抖面圖 這樣子 切過來之後 做一個抖面圖 讓它之後 冒出來又有一點這個 圖一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這個圖 我就一定要怎麼去判斷它 首先我們拿這個點去對一下點 來,第一個我們先看到Q Q這個點在這裡 它有冷風嗎 對不對 Q在這裡 對不對 接下來R呢 R在這裡 接下來S呢 是不是在這個前面的地方 還有P OK 這下面大家應該可以成功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空氣的冷暖的差別就是什麼 那我們來再提示一下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圖拉出來 我們要加兩條綠線之後 你就會看到 欸 這個圖跟剛剛畫得很像喔 你看冷氣團經過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冷空氣 所以呢 這邊也應該要是假的地方 就是冷空氣囉 好,那接下來 看一下暖氣團 這個地方 它這邊是前端啊 前端這個頂的地方也就是這裡 這邊是原本還是冷氣團 所以這邊也會是冷的 好,那接下來 在這一條斜線 這條斜線的上面 這塊區域 是不是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暖氣團 所以這邊就是暖空氣 所以我們知道 加一比分別是冷暖冷 OK嗎 那Q跟R呢 分別是什麼 Q就是我們的冷風 然後呢 R呢就是我們的冷風的風面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再下去 選答案啦 好,所以這一題呢 我們就選擇了D Q點是冷風 R點是暖風 接下來還會連假是冷 你是暖 B還是冷 好 這一題呢 對了,那我們來討論一下 大家要記得的東西 第一個大家要記得 風面的一些類型 冷風和冷風 是流風 球術風它們長什麼樣子 還有它們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接下來來看一下 大家要記得冷風如果過近 過近的地方在這裡 它如果過近 氣溫會下降 如果溫暖通過近 溫度就會上升 它過近的地方就會上升 接下來在交界處的地方 記得 一定會下雨喔 OK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相關的延伸重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們來補充一下 不同類型的降雨 對流雨、地形雨跟氣絕雨 如果你不知道 請去看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你懂嗎 國中生就會 對不對 不用念高中 國中生就會 OK 來 下一個 判斷 這考試的題目 畫一張圖 一個表 然後問你 冷風什麼時候到 我們怎麼判斷 通常 大部分是看天氣 碰到冷風來天氣會變換 會下雨 也可以稍微看一下溫度 冷風過來溫度會如何下降 然後呢 稍微勉強可以看氣壓 因為下雨氣壓會降比較多 下雨氣壓會比較低 下雨會比較低 那還要是看風向 不過風向比較不容易看 選項當然也不見了 一定有風向這個答案讓你選 風向 風向會發生一點改變 不過熱流的時候也不這麼好判斷 所以比較會看到就是天氣會變化 會下雨 然後呢 氣壓會降得很低 因為下雨的時候氣壓會變低 然後於是呢就可以知道 看這個表格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來的 那個冷風什麼時候來的 帥哥美女 停車戰界溫 請問你那個風面什麼時候來的 我應該找女生對不對 有會錯到女生嗎 13 13號 13號誰 請問問你 他幾號來的 封面什麼時候到的 幾月幾號 1月1號 1月1號請坐 你講1月1號也不算有錯啦 因為比較明顯的叫做1月1號還是下雨 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寫12月30號1月1號 因為12月31號這項天氣 我確定1月1號已經到了 我確定1月1號已經到了 所以我答案到12月31號到1號之間 可能在這中間到達 所以你要這樣講也可以 所以呢 我們就是12月31號到1號之間 這是一種考試的題目 就畫了表 然後問你說 封面何時到達 OK嗎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請課堂練習